其實我質疑的地方是我們新北市的公務員 為什麼要成為侯友宜市長一個人的禁衛軍 為什麼還要在現場 在這個晚上的這個時間點 光是現場我剛剛一個一個數 光是在我們那個門的周邊 就有48位公務人員 我們市府的通人 堵在現場 然後在門的正前方也有18個人 還圍城門牆 還是手勾著手的這種人牆來阻擋我們 我們只是民意代表 我們只是小小的一個議員 我們只是想要表達人民的心聲 我真的覺得非常的恐怖 難道我們是一個極權國家嗎 然後難道我們 難道我們人民想要表達意見都不行嗎 今天我們第一時間 其實來到現場 我跟唯謙議員 我們6點半準時就到達現場 但是侯友宜市長居然大遲到 遲到了快20分鐘才抵達現場 我們覺得新北市市長根本就是無心事政 一心想了他的總統大夢